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5月27号星期五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两对小视频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天津市 这个地点呢狗哥呢是可以确定的啊都是在天津 第一段视频是这个昨天也就是5月26号的晚上发生在天津的这个天津大学 是有这个大量的学生聚集喊口号 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和这个事狗哥呢也是可以确定的啊 第二对这个小视频就是街头有这个大量的警车啊 主要是这个警察摩托车是呼啸而过的那个场景可以肯定呢也是在天津 但是呢那个小视频的时间狗哥呢不能确定不确定是不是在天津的这个昨天晚上 那这两个视频放在一块儿 从这个昨天晚上到今天墙外边的这个中国网络上呢就有一种解读啊 当然了天津大学的那个抗议视频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网络上呢是看不到的啊 是这个都被审查掉了中国墙外边的这个网络上主要呢是在这个油管和推特啊有一种解读 说天津大学的学生们昨天晚上大规模聚集抗议他们在抗议过程中喊出来的这个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啊说这个 然后天津官方呢就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去镇压这个呢是墙外边在这个油管和推特上都传的比较火的一个信息啊 从这昨天晚上传到现在狗哥呢先鉴定一下这个信息的真假啊 资深的狗们肯定都知道这个呢是狗哥最擅长的一项功力啊就是给大家鉴定这个网络上流传的这个信息的真伪啊 这个呢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功力 首先昨天晚上天津大学的学生们他们聚集抗议喊口号他们到底有没有喊打倒习近平 狗哥呢是可以确定啊并没有当时的天津大学学生们他们实际上喊的是这个打倒刑事主义啊并不是这个打倒习近平 一个呢是其实大家只要在这个网络上稍微搜一下昨天晚上天津大学这个事儿啊 只要是能够稍微多了解一点情况就会知道在当时天津大学的学生们 他们主要呢是喊了两个口号一个呢是打倒官僚主义 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倒这个刑事主义啊并没有喊这个打倒最高领袖习近平 天津大学这个事儿的详细情况狗哥待会呢会再说 现在呢就先说一下对这个信息真伪的判断 墙外边这个网络上传昨天晚上天津大学学生喊这个打倒习近平 狗哥认为呢这么传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他们这个听力呢可能是不太好啊 把学生们喊的这个打倒行事主义听成了这个打倒习近平 这个情况呢狗哥认为呢可以理解啊 因为打倒行事主义跟这个打倒习近平 北方话的这个发言里边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像 而且当时这种抗议的现场呢他是这个人很多 这个人声鼎沸比较嘈杂 所以呢这个呢听错可以理解啊完全可以理解 那网络上这么传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故意的啊 就是有些这YouTuber和这个推特 他们明知道学生们当时喊的是这个打倒行事主义 但是他们在发影片或者他们发推 他们呢还是故意说学生们喊的是这个打倒习近平 他们这么故意的在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目的 要么呢是他们为了这种吸引眼球骗流量 要么呢就是这个比较坏 可能呢有些网民会认为他们不坏 认为他们呢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反共啊 他们制造传播谣言呢是为了反共反习近平啊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呢狗哥呢是不管他们反什么啊 你这个反共也好 你这个反美也好 你还是这个反火星也好 在狗哥这这种真相真实的信息 这个呢是第一位的 这个呢是最重要的 这个呢是狗哥做这个频道以来 一直最重要的一个坚持 就是狗哥呢会只给大家分享 传递那些真实的最靠谱的信息 而且呢狗哥呢会告诉大家 哪些流传的重要的谣言 它是假的 在这呢是稍微多说两句啊 呃今天影片开头的第二段视频 是被解读成是这个 昨天晚上天津大学生发生这个抗议活动以后 大量的天津警察呢是赶过去镇压 狗哥可以确定呢 这个呢也是谣言 因为那个视频里的这个大量的警察 只要大家是稍微这个多看两眼动一下脑子 就会知道 那个呢他是一个警察的礼宾车队啊 他们很明显当时呢是在护送中间的几辆黑色轿车 那这样的警察队伍 他肯定不是这个搞镇压用的啊 你如果说真要去搞镇压 那你是不是必须得出动这个防暴 出动这个装甲车 这样的 而不是说你出动大量的这个宝马摩托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天津的视频 在这个影片开始我说了 第一呢 不确定他的时间呢 是不是在这个昨天晚上 第二 这个呢 即便是昨天晚上的视频 肯定呢 也不是天津的警察 去镇压天津大学学生们的这种抗议 这个视频他很明显呢 是天津警察的这个礼宾车队 他们在护送一些这个高级官员啊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官员 这个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如果说有知道这个情况呢 天津的网友们 可不过呢 是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呢 能够讲一下 所以呢 昨天晚上天津大学发生的事 第一 可以确定当时这个学生们 没有喊这个打倒习近平 第二呢 可以确定天津官方呢 也没有出动大量的警察去镇压 那这一次天津大学的学生们 他们为什么要这个聚集抗议啊 他们喊这个打倒官僚主义 打倒行政主义 是什么意思啊 针对的是谁 大家呢 先来看一张海报 这个呢 应该是天津大学的学生 他们设计发布的 这张海报的主要信心呢 是呼吁天津大学的学生们 在5月28号 也就是呃 在明天 星期六的晚上 再一次举行这个集会 地点呢 是在这个正东图书馆东侧 狗哥是查了一下啊 这个正东图书馆 是在天津大学的北洋园校区 呃 他们集会的这个主要诉求呢 有五个点 12345 大家都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上面还有对这个参加集会者的要求 要用手机播放校歌 要打开手电筒 戴好口罩 保护好个人隐私 海报的左下角呢 呃 还有一句话 不需要领导者 只要你在 就是支持 这个呢 也反映出来 最近这些年 搞社会运动的一个理念啊 一个趋势 就是去中心化 就是各种这个集会抗议 街头运动 要去中心化 不需要明确的领导者 像这种做法呢 最近这些年呢 是非常流行的啊 很明显的这个呢 它也影响到了 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年轻人们 特别呢 是这个大学生 天津大学的这些学生们 他们呼吁在明天晚上 也就是星期六晚上 再一次集会 这个呢 能不能搞起来 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啊 从这张海报 其实大家都应该大概明白 天津大学的学生们 他们这次的抗议 他们的这个主要诉求 他们的这个诉求呢 跟政治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的都是针对天津大学校方 在疫情期间 对学生们这种管理的不满意 所以呢 他们就喊出来这个 要打倒官僚主义啊 要打倒这个形式主义 他们主要针对的 就是天津大学的这些个领导们 这个大概的情况呢 狗哥呢 可以概括一下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中国政府 他的这种严格清零的政策啊 中国的这个大学生网友们 肯定都知道 就是今年这个中国疫情以来 很多大学 他们在实际上 采取的就是这种 封校的政策啊 他们不允许大学生们 自由的出入校区 在一些这个疫情严重的城市啊 比如说在上海 在这个东北的吉林 在这个长春等等 甚至这个很多大学生们 他们只能是 待在这个宿舍里边 他们连这个上厕所 都要这个提前申请 洗澡都不可以 这种情况呢 肯定呢就会让 大学生们 他们是这个非常非常难受的 这个道理呢 大家呢肯定呢也都明白 因为大学生 这个年龄多少的人 他们都是一个社会里边 这个最活蹦乱跳 最有活力和激情的人群啊 你现在把他们整天 关在这个学校里边 甚至说你整一个月 两个月 把他们都关在这个宿舍里边 完全不让他们出去 那他们当然就会 非常非常的难受 会被关封掉了 对不对 在这儿的狗哥呢 要说一句 就是中国的这种 严格清零政策啊 真的是太毁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特别是这个大学生们啊 大家都知道 一般这个上大学 也就是三到四年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严格清零政策啊 严格的疫情应对 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可能呢 还要持续到这个明年 第四年 那大家呢就可以想象 最近这三四年 在中国墙里边 读大学的这个学生们 他们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被关在这个学校里边 经常要做核酸 经常是这个线上课程 想去哪儿浪都不方便 甚至说呢 有很多在这种严格 封城的城市里边呢 还有过这种 比较恐怖的经历 对不对 狗哥呢 是认识这个中国墙里边的 一个小年轻 今年呢是19岁啊 读这个大学二年级 他呢 还是在中国的一个 这个没有严格封城的城市 说这个在过去 一年的时间里边啊 就是整个这个大学二年级 他满打满算 去教室上课的时间 只有四个月 其余的时间 要不然呢 是窝在宿舍里边上网课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放假 回老家 现在 现在是这个五月底 还没有到六月份 他就又已经是 提前放假 回老家了啊 他会在家里边呢 有一个很漫长的暑假 所以呢 狗哥的判断就是 中国的这个严格清零政策呀 他会毁掉一代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这个大学生们 很多网络都知道 就是中国有所谓的这个文革一代人 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那十年的时间 当时那一代的年轻人呢 都去这个上山下乡了 他们都是这个不上学的 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教育 文革一代人 主要呢就是出生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的那一代这个中国人 他们现在的年龄呢 是这个六十多岁啊 七十岁的样子 最高领袖习近平 就是他们中的这个最杰出的代表 所以呢 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文革2.0的时代 又出现疫情一代人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不是巧合 这个呢都是必然的 疫情一代人 主要呢就是这两三年 在中国墙里边 读大学的这些个大学生们 他们的这个学习 肯定呢都是受到严重的影响 他们的这个社会交往 肯定呢也是受到严重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这个心理啊 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所以呢 大家呢就可以想象 这个在以后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呢是狗哥呢 又多说了两句 昨天晚上天津大学 大学生举行集会 主要诉求呢就是要求校方呢 能够提前放假 并且呢能够安排好 如果提前放假的话 像期末考试这些事 你如果不能提前放假 学生们要求呢 校方呢就要解决好 这个封校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 比如说这个学校食堂 学校里边的这个超市 漫天涨价这些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学校医院很废物啊 这像这些问题 狗哥呢是看了一下啊 发现这个大学生们 他们的这个主要诉求呢 还是希望呢 能够提前放假 因为他们真的是被这种 严格清零 这种封城搞的是这个 非常害怕的 他们害怕 如果这个天津封城 他们又要被封在这个宿舍里边 并且呢 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家 他们现在的这个主要要求呢 就是趁天津现在还没有封城 还可以自由出入 学校最好呢是能够提前放假 让他们赶紧的回老家啊 反正在老家肯定比这个封在宿舍里边呢 会更自由 要舒服不少 但是呢对于学生们的这些诉求呢 天津大学的校方呢 一直是没有积极的回应 所以呢这个呢就引发了在昨天晚上 天津大学的这个集体抗议活动啊 大学生们当时喊这个 打倒官僚主义 打倒形式主义 这个呢 主要呢就是针对天津大学的那些领导们 这个呢就是天津大学在昨天晚上 发生抗议活动的真实情况 这种类似的事儿 最近在北京的两个大学呢 也都有发生 而且呢他们都是中国 这个比较知名的大学 一个呢是中国政法大学 另外一个呢是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政法和北师大校园里的这个抗议活动 是发生的本周一和周二 学生们的一个最主要的诉求呢 也是要求学校呢能够提前放假 允许他们回老家 大家来看这个呢 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为抗议活动制作的海报 跟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天津大学的海报 他们是一个风格 对不对 从这个时间顺序上看 天津大学的海报和活动 是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这个抗议活动的影响 所以呢他们这个相互之间啊都是有启发和影响的 那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聚会 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呢 也是要求学校呢能够这个提前放假啊 放他们回家 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中国严格庆领的这种政策呀 真的是把这个大学生们都吓坏了 他们真的是非常害怕被长时间封在这个学校里边 封在宿舍里边啊所以呢他们现在普遍的诉求 就是要求学校呢能够提前放假 狗哥是估计现在在这个中国很多的大学里边 特别呢是在有疫情的这个城市大学里边 大学生们应该呢是都有这种诉求 现在已经是这个五月底很快呢就到这个六月份了 墙外边的玩伙们肯定都知道 在六月初六月四号是一个这个对中国政法来说啊 很敏感的日子 因为是这个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啊 那最近啊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墙里边像这个天津北京这些大学 频繁出现学生的集会抗议活动 这个呢就很容易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八九六四那时候那种学生运动 但是呢狗哥自己呢是不认为这两个呢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重要的直接的联系 狗哥呢也不认为像最近北京天津这些大学这些个这个抗议活动 他们最终会演变成什么大的这种社会运动 狗哥认为呢这种可能性很小几乎呢是不存在 最起码在这个短时间里啊 在未来的一两个月这种可能性很小 那为什么狗哥会这么判断啊 首先这个其实狗哥在最近北京大学万柳校区抗议的那个影片里呢已经是讲过啊 就是包括这个北京大学 包括北师大天津大学等等这些抗议活动 学生们他们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抗议的 而不是说你为了某种这个社会公益 像这个北大的抗议 他们就是反对他自己北大校园里边建墙 昨天晚上天津大学的抗议呢 是要求这个校方呢要提前放假啊 所以呢 他们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事啊 那这样的话 北大的抗议 是不是这个天大北师大的学生就不会去怎么关注和支持 因为北大学生是抗议他自己这个校园里边建墙 那这个呢跟这个天津大学跟北师大学生们就完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狗哥认为呢 现在这些中国大学里边的这种抗议活动啊 不会联合演变成大的社会运动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事啊 不是为了这个中国的社会公益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能够引发更多中国人的共鸣 还有支持 第二个原因呢 狗哥认为就是现在墙里边的这个中国大学生们啊 应该他们是普遍对当年的八九六四天门事件不太了解 而且呢他们应该是普遍对这个事呢不感兴趣啊 你即便是说给他们条件让他们能够自由去了解八九六四 狗哥呢也可以确定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大学生们啊 他们应该是普遍兴趣也不大 他们更愿意啊把这种时间花在刷抖音上 有时候呢狗哥就在想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普遍对这个政治呢不感兴趣 这点是不是跟这个很多国家年轻人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呢狗哥就想呢 你要说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在铺天盖地的 在骂美国骂台湾骂乌克兰骂泽连斯基 骂这个境外敌对势力等等 这些方面他们表现的是那么的热烈和亢奋 所以呢是不是还是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词 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们 特别是这个大学生们 大多数是不是已经是都已经被培养成了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种成品 所以呢像这样的话 他们就很难去喊这个打倒习近平 对不对啊 好了今天这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咱们下期再见 也祝大家呢周末愉快 都有一个好心情 拜拜